电视剧《一路繁华相逢》正在热播,陆飞中汉梁是十年前的不辞而别,十年后的再次出现,以物事人非,被伤害过的新陈江书影视,始终不肯接受陆飞,两人相爱相杀,随着小叔的生病,陆飞的一路追随照顾,两人的关系开始慢慢缓达,感情也逐步升温,此时制片人介洛丽回国找陆飞,被新陈偶遇介洛丽进了陆飞房间,陆飞又来了,2018年的春节晚会上, 钟汉梁和江书影一席红衣,给花蜜们来拜年了,黄晓明,钟汉梁,颜承旭,夏丽奥共同演唱经典歌曲《龙的传人》,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,他的名字就叫中国,再次唱出我们中华儿女心中的自豪和骄傲,秦亦峰,景田,江书影合唱的《淡淡新时代》五千年的情怀,向大中国成为辽阔的舞台,唱出我们新时代新力量,传递梦想传递正能量,点赞,希望一路繁华相逢, 钟汉梁和新陈早日解除误会,如期相继跟所言永老无迭离,万古城玩具,让天下有情的都成了剧属。